你喜欢塔防游戏吗 你喜欢RTS游戏吗 你眼睛下不是 你喜欢打星际吗 如果以上几个选项你都喜欢 那么这款游戏一定适合你 钢铁战队 听这个游戏的名字就能感觉到 这个游戏特别硬 开发这个游戏的工作室叫做 这种名字 铁皮 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工作室 特别硬 这是什么实况 这个游戏可以在TopTop下载 在OS售价30元 安卓短只要18块钱 前两关试玩再买 游戏前不久更新了圣诞DLC内容 游戏的大致玩法就是 闯关形式 每个章节有若干关卡 通过完成指定任务来通关游戏 这种类型的游戏 需要超高的智商 精准的操作 过人的谋律 丰富的经验 能玩好这个游戏 首先这个游戏的剑道系统 只有防御塔 在规定的标记上 可以剑道防御塔 防御塔可以使用各种资源来升值 士兵单位也是在基地旁边 不得生产 所有的兵种都在这个基地生产 右上角的信息 分别显示了人口单位和资源单位 你的基地越多 性能的上限就越高 游戏里还给你提供了英雄单位 每个英雄都有不同技能 初始的英雄就给你一个 机箱大兵 起名叫 钢铁队长 听起来就特别硬 游戏的故事背景 就是你的星球 突然被一群虫族突袭 然后你奋起反击的故事 我想这不就是星际吗 还有这个虫族的初始兵种 看起来就像手上拿个刺水枪 在你身上不停的 跨下还有两个特别大的高丸 帽子是装弹吧 难道他们刺的是 还有这个虫族的兵营 这不就是雪石吗 只要我们把虫族的基地拆了 就可以占人穿着一盘 借到一个我们的基地 所以钢铁战队其实是一个 拆迁救防 建立新防 争夺地产的游戏 好的 我们成功打亮了一个虫族的基地 此时一个新的敌人出现了 惰星幼虫 他们三条子用而来 他们的攻击方式是 跳 这种垃圾敌人很快就被我们消灭了 喷火机甲 超高血量 持续伤害 超强 机箱大兵 身强体挂 男人熊虫 超强 此时敌人方向出现了 忘了告诉大家 每个兵种都可以 切换成不同的类型 针对不同的情况 随时切换单位的功能 这种创意 竟然是个手游 为了改变我们的战术 我决定临时法 低下大兵 切换成狙击大兵 在切换的一瞬间 打兵瞬间脱光 我操 等一下 这些大兵 竟然都是 女的 狙击你 几千万万币 在后排 方法输出 此时新的敌人登场 喷射了虫 利用口水 远程攻击 这他妈不就是刺手 只要你利用 每个兵种的优点 输出在后 肉盾在前 合理分配 根本不难 哎呀哎呀哎呀 这个英雄的血量要傻 哎往回拉拉拉拉拉拉 不用担心 英雄死后 二十秒后 总共必定 开个心的 从天而地 开启大刀 狂点击 一波再走 加油加油加油 就差一丝血 一波再走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一个任务 我们就要保护这个 阿姆斯特朗 回弦喷气势 阿姆斯特朗炮 让他充电完成 就可以看重组 A火炮 一拔入魂 好霸道 这次我们换了个英雄 空听凯拉 范围伤害 导弹射棒 超熊 我们也得到了新技术 风暴机甲 洲际射程 威力十四 超熊 我们也遇到了新技术 惑星地图 你确定这不是低配版飞龙吗 我们可以通过升级基地的技能 来提升防御能力 雷达可以拓展示意 古盾可以增加防御 正观就是 把所有的重组基地都打破 然后疯狂的盖防御 就可以轻松过关 正观的后面 会有一个叫做 新推崇的开架强力单位 看起来就特别牛逼 哎呀妈呀 简简刚坦穿就被我射碎了 在我的一名领导下 人类轻松胜利 阿姆斯特朗 回弦喷气是阿姆斯特朗炮 启动的事件 一切是灰飞烟灭 如果你觉得这两个英雄 玩起来不过也没关系 这游戏还有很多英雄 比如这个冒蓝火的亡灵戒神 女版乐和人命令女侠 这个男版地方疯忍 这个会说话的大行星 达尔文 这他妈不就是温斯顿吗 这个像花木兰的龙之召唤者 贵英 这个能把漫威丑哭的星爵 这个虚空猎手 这他妈不就是圣诞武士吗 这个呲牙咧嘴的超能博士 这个拿枪的驱魔自由猎人 这个不戴红帽子的白胡子老头 塞巴斯 这个开场上的北达 铁甲马克 这个开分系的法老之机 轻易 出一堆游戏的喜爱 我花了18块钱 买了一个圣堂不得 是虚空猎手 感受一下克金的快感 你看这个英雄 那冷酷的眼神 那闪耀的光刃 你看这不是等闲之辈 让我看看18块钱的你 到底有多硬 虚空猎手 就听完了 干 hat 因为失识的 怎么样 于婚 MAC 算公囧 您 provisions 脚